两个足够你们吃了 三个就多了 大爷我今天两个人 我点一个酸菜鱼 再加两个炒菜 行吗 几个人 两个人是 两个人三个菜多了 我两个你看个子都挺高的 饭量挺大的 我再点个酸菜鱼 一个护着饼 护着饼换量小对吧 然后再点个小炒菜 肯定能吃完的啊大爷 这个很难讲 酸菜鱼分子量就大 我知道酸菜量大 但其他两个菜量不大 量一样量 我点小炒我不点量大的 好吧 我肯定能吃完 你放心大爷 今天我吃不完 我不走路 好吧 好吧 麻辣独司我跟你讲 麻辣独司这个菜 因为他本身就是 独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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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吃什么本来就搞 大肠独吃 他贵了还不让他点 不建议他点 不能说不让他点 对吧 等他节省一点 对 因为是他不是说你收的贵 他东西本来就贵 那你看你们个子又搞 能吃完 那你们去点吧 好 你放心 我不建议 好的 那我不要不要浪费 好的那你放心 我点两个小炒 我去找两个小炒 好 上次来吃吃干饭店 想吃酸菜鱼 大爷没让我点 说我一个人吃不完浪费 今天我带着表弟来 两个人来点个酸菜鱼 另外还可以再多点两个菜 他这个地址上次说错了 不是当鲁北路 这个路头有一个中式化的加油站 当鲁路和西安江路的交叉 好大爷 我今天就点一个酸菜鱼 一个护子饼 再来一个青椒 臭肝炒豆丝 可以吧 正好不多 两个人吗 两个人不多了吗 能吃完 能吃完肯定能吃完 酸菜鱼分量大 但是其他两个还好 叫你吃完 对今天能吃完 好吧 今天不会浪费 等一下你抽空就给我做 大爷 大爷这个是大肠是吧 对 我把我的青椒香干肉丝改成这个 能吃完 能吃完 我表弟他饿了 他想吃 肯定能吃完 放心不浪费 这个诱人啊 大娘这个就是做韭菜鸡蛋饼的是吧 先签好韭菜花 大爷这边打鸡蛋对吧 我以为是大娘打 要打几个鸡蛋 打三个半 三个半 还挺多的 这一份这个 是一个饼还是两个饼 一个饼 这个饼是多少钱一份的 15万 搅拌均匀 撒点盐 味精放不放呢 放一 好 开始起锅热油 这个鸡蛋饼是不是像老家的那种饼 风格就告诉大家 饭店很好吃这种饼 一般都是老家自己家做这种 这个开始给我做配酸菜鱼了 来点这个 泡椒 酸菜香 小火炕一会 小火炕啊 辛苦啊 让馒头汗 看着上面感觉已经金黄的了啊 这个酸菜鱼开始给我配了对吧 大爷 先要腌制一下是吧 这个用的是什么鱼炒鱼 鸡蛋饼还要不停的翻 淀粉吗 我们可以学一下酸菜鱼怎么做的 起锅热油 放酸菜 里面还有生姜对吧 热炒香 小油 然后倒热水 把那个泡椒给放里面 这个放的豆瓣酱吗 辣椒 辣椒酱 这个是什么 白醋 白醋啊 然后 放鱼 这个在锅上要烧多长时间 再要煮一会是吧 这就出锅了是吧 用盆装的哦 怪不得了 这一盆确实大 这一盆是多少钱 大爷 40 价格还很实惠 这么大一盆酸菜鱼 对比一下啊 看了多大的喷 才40块钱 一个人确实吃不了 焦油 香烹烹的油 那油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香料吗 花椒 花椒香料对吧 帅哥你们几个人 梦子哥 几个菜 四个菜一个汤 确实不多 不多 大爷他不给多点 不给多点 这么给多点 今天我们两个人 表弟也是 一米八大哥 能吃得完啊 早晨特地没吃饭了 可能40块钱一份的酸菜鱼 还有这个红烧大肠 还有这个农家 韭菜鸡蛋饼 是韭菜鸡蛋饼 刚才说出了 说成护子饼了 上次来没吃上这个酸菜鱼 他这个一大盆 我一个人确实吃不完 今天特地带了表弟来 我们两个早晨都没吃饭 留着肚子来的 当然可以啊 你别动筷子 你等会我吃完 又来了一个这个回肠 不说了啊 赶紧拍完 小弟选择吃 看一下啊 都吃完了 上了一点底料配菜而已 今天吃的饱了 谢谢大家